事实就这样吗 胡着求手真说没有保受方规困扰 某队的关键问题就是方规困扰太严重 这就容易导致连锁性的反应 整个球队的防线崩溃吗 主要是防线问题 方规困扰 可选择的人不赌 你哪怕给胡着 在其他的一些储备 我那些多少有个高度 我能够预应对呢 遇到方规麻烦的时候 我起码能够缓解一下球队压力 这个人选都没有吗 这是主要问题 这个比赛 双方之间场面上掌控力 克里斯保罗跟胡着他俩同时在的时候 基本上被稳稳压制 克里斯保罗 你别等一种胡着 最后他掉链子如何 没有办法 对那基本上就是指着胡着的 现在全队在看着他 而且你不要忘了猛男多大的薪水 猛男呢 这么一份巨额薪水上不去上 因此你不要抬 什么雷霆队 什么处在重建期如何 一是这支球队我之前就谈过 这支球队手握大把血球权 他没有必要通过白烂的方式进行重建 可以维持战斗力 与此同时呢 我不耽误未来的重建资产 你收留血球权吗 宋德保罗小智 捞来大把血球权 一直是就在掉链子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狐狸要是都掉链子 那保罗掉无数次链子了 对不对 你怎么衡量掉不了链子呢 纪乎赛是不是说人家能高歌猛进 而你这块老蛇呢 狐狸现在至今为止打过多少次吸血了 两次了吧 起码 而且之前就亲手干掉过克里斯保罗呀 那个阶段呢 当时德埃特霍华德已经饱受伤病侵袭 差不多是15到16赛季 不对 14到15赛季 德埃特霍华德已经饱受伤病侵袭了 当时那个阶段 统治力不在 打法风格日渐驱蓝领 跟上一年不一样了 那会儿的这个德埃特霍华德嘛 对面三巨头 对不对 你不最后还输了吗 胡子如果都掉链子 那保罗干什么没 那得掉了多少次链子 胡子掉链子也是掉链子在高级别舞台嘛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